包括在後面冠田六甲丘雅四農會的代表 簽署到黃金蕎麥合作社 正值提供及受港的合作比方落 市立委託專頁出事件前的重要市區 也希望透過這種合作 來開創到台南的黃金蕎麥的新南海 這剛開始就是我們 黃金蕎麥生產合作社跟我們觀點農會合作契作 那這個契作雙方都非常滿意 而且種出高品質的黃金蕎麥之後 那透過我們離總幹事再去能夠吃好到捨佛 整合了我們今天卷月的六甲丘雅和後幣 大家一起能夠幫忙農民 但是也是幫忙我們黃金蕎麥 種出最好的台南黃金蕎麥能夠打進市場 那麽 一般讓農委會推動在大庫論者 跟專頁細酸三的政策 希望檢查專頁的政策 該政到吉他的政策 給黃金蕎麥因為說生鋼生醉又生肥料 比選來作為就提供進行的選項 因為黃金蕎麥它的工作是相對的 比較不需要用到農藥肥料 它是有點粗放的 但是它的收穫卻是 就像它的名字叫黃金蕎麥一樣 是非常好的 所以說這對農民來講是大福利 黃金蕎麥雖然說好情不必顧 但是一公金只收成一棟 而且造成黃金蕎麥商品也只有30% 所以說起來有1公斤42塊的收工價格 以前到現在我們一直遵守的一項原則 就是原型食品的開發 蕎麥一定打官之下不需要農藥 跟農業僅來申請所謂的產銷理益 那所有的每一顆我們的蕎麥 都能夠到我們的餐桌上的時候 它都有身分證 上午的學祖比夢樂的餐廳 一家也喜歡煮到蕎麥麵 現場竟跟香煮到 還有用蕎麥所來作成的料理 和這個米式讓我們看得到 多元的吃息變化 我們提示文端一聲 用這個菜方法